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好,我們吃到XB之後,吃到C變數之後 我們就去找出它的B矩陣 吃到B矩陣之後,我們就可以算出我們的B反矩陣 那吃到反矩陣之後呢,我就可以用B inverse乘以B 我可以找出它的C變數 就是7變數的C 那吃到這個之後呢,我就可以用CB乘以B inverse乘以B 我就可以找出XB,我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整個過程是這樣嘛 我先找出7變數,然後我找出B矩陣 然後我可以算出它的反矩陣 然後知道反矩陣之後,我乘上Gright hand side 我就可以知道我的7變數多少 知道7變數之後,我就乘上我的CB 7變數,我就可以項量,我就可以知道我們的例子 過程就是這樣 那上一堂課,我們有想到說 其實這個很難的地方在哪裡? 從這裡到這裡嘛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你要手算的話 你要就是二乘二的,我跟各位講 我們都不算西面嘛,對不對? 可是三乘三,或者是三乘三以上的 你直接從這裡到這裡就很難算了 那事實上,有一個比較快速的方法 不是快速的方法 就是說,在三乘三,我們可以從 我們可以從 B呢,這個 BNU呢,就是 它下一次 會等於什麼? 是等於一個 一矩陣 乘上一個 一 二 五 它是事實上,它有這樣一個關係 也就是說呢 它事實上是等於一個 一矩陣,乘上,舊的 乘上之後呢 就等於它下一次,等於它新的BNU 所以就可以不需要都每次都去算一個 那問題現在就是來了 那這一是什麼東西呢? 一是一個單位矩陣 所組成的 它是一個單位矩陣 在那些Metrics裡面呢 然後我去決定 R是多少 我去決定說 我的Living variable 是R 就第幾個Evolution 它是Living Level 知道 R之後呢 我就在那個Color的R裡面呢 把它取倒數 其他的呢 其他的系數呢 除以它 然後取符號 然後取代那個 那個 IdentityMation 那個Role 那個Color 那就是 這個E的取真 所以 我們就用原來的問題呢 就是Protocyte問題來 解釋一下 怎麼沒有這個關係式來求助 我們看 原來問題是 這樣吧 它的單行法是 這邊是X1X2 然後 然後 7變數是345 然後 7數是-3跟-5 所以 它的X3是等於4 X4等於12 X5是等於18 所以這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 單行法比較多 那 我們要決定 我們哪一個是Enterive variable 我們Enterive variable 就是 我看這個 負的最多的 所以這個呢 是我們Enterive variable 因為負的比較多 所以是Enterive variable 我們一樣 The Minimum Racial Test 就是 12.2.6 18.2.9 所以 這個是比較小的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叫做Leaving Level Leaving Level 就是2 第二個Review 第二個Review 是Leaving Level 所以代表是說 我現在R是等於 就是我們上課課 和上堂課講的那個係數R 說I等於R的Soy就是這個意思 當我們的這個方程式 因為I可能是一、二、三 它這邊可能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可是當I等於R的時候 當I等於R的時候 我們的ETA是等於什麼東西 我們的ETA就是這個向量子 當I等於R的時候 就是等於AIR分之1 等於我一個數字的時候 等於R 但它不是等於IR 就是 AIK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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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R是等於2 R等於2它意思是代表 我現在R是等於2 代表這個方程式 這個 看這個 這個color 裡面呢 然後這個R是等於2 所以呢 我的ETA是什麼 就像這樣 所以我的ETA就是 就是 這個R等於2 所以就把它取倒數 所以就取倒數 所以倒數結果就變到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那其他的 其他的 當I不等於R的時候 I不等於R的時候 就把這個 原來的係數 除上 I等於R的那個係數 取符號 做一個符號 然後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看這邊 0 它原來係數是0 IK是0 0除上2 是不是 這是0 0除上2 然後取符號 那 那 當他等於3的時候 當I等於3 就是第三次的時候 他是不是也是不等於R 等於2 所以 第三次的時候就是 2 除以2 取符號 所以就會等於什麼呢 0 二分之 負符號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ETA向量 就是這樣 那我知道ETA向量之後呢 我就知道 我要知道 它的這個 是第二個四字 第二個Color 對 第二個Color 所以我就可以 Identimagine 我就可以知道 我的E矩陣 我的E矩陣 本來是 100 010 那我現在就把它換掉 把第二個四字呢 把第二個 第二個Row呢 第二個Color 把它換成 這個 這個 這個響量 這邊變成 0 二分之 負1 然後這邊是 1 0 0 本來是 100 0 0 這邊是0 沒有錯 我先把這個Row呢 這第二個 第二個Color 把它替換成 這個 就是 我們的E矩陣 我知道E矩陣之後呢 我就可以算出 B 下一次疊代 B的Nu 因爲什麼 剛才我講過 就是 B 就是B 新的B Nu 等於 E B的 O 所以我知道這個矩陣之後 B的反矩陣 B的 B的反矩陣 我也知道 就是 100 10 001 你就可以知道 新的 下一次疊代的時候 B的反矩陣 就是反矩陣 B的 反矩陣 等於 E 這個E矩陣 乘上 舊的 乘出來的結果 就是他下一次疊代 新的 這樣 我就可以知道 下一次疊代 它的值 下一次疊代 B的反矩陣 因為我知道 E矩陣 E矩陣 就是這樣 那 舊的反矩陣 B inverse 所以 下一次疊代 新的 B inverse 就是把 這個矩陣 乘上舊的 乘出來還是 乘出來 10 0 0 2分 0 0 2 1 還是這樣 所以 我就知道 下一次疊代 的時候 這邊已經被換掉了 然後 這邊 這個是 已經被換掉 這已經變成 X2 了 X2 是 Entered Variable 因為我知道 X2 是Entered Variable X4 是D0 這個7變數已經被換掉 而且我知道 下一次疊代 這邊 這個矩陣 這邊是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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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 0 0 0 1 1 那我知道這個之後呢 其他我都可以算出來 因為這個知道之後 它是代到就是工程 因為B inverse 所以這也可以算出來 其他 全部都可以算出來 所以全部其他的數字 都可以算出來 所以 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避免 每一次都去算這個 從B 然後去算 我只要找出 我只要找出 誰是Entered Variable 誰是Living Variable 我就可以找出 什麼 Eta向量 我知道這Eta Vector之後呢 我就可以找出 我的 E Matrix 我知道E Matrix之後呢 我就可以知道 透過這個關係式 我就可以算出 下一層也在 它的B inverse 是新的B inverse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B inverse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 這個 算這邊數 然後這個數字就是B inverse XB 所以XB就會等於 所以我這邊可以算出來 這個就是 4 6 6 我算出來 這一組解之後呢 我要 可能這組解 是不是 它是 AQ 是不是最佳寫 那是不是最佳寫 我我要看 這邊是 3 2 5 所以它相對應的 這邊一定是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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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做下一次的文章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係數是多少 這個係數呢 我們先看左邊的公式 我們先看這個係數 這個係數是等於 C,B,B,A,C 這時候幾變數是 3,2,5 所以3的係數是 0 2是 現在的係數是3 3的係數是0 2是5 X5也是0 現在的1.2 你把這個係數算出來 其實我不用 我知道這個第二個一定是0 如果你沒有算錯的話,第二個一定是0 因為這邊一定是0 所以你只要算前面這個就可以了 前面這個算出來,發現它是-3 所以顯然它還不是 但是我們要再檢查一下 X4 看X4 如果它是負的更多 那也許X4呢 是N-10 那這邊 我知道這個-3 之後 另外 我要再檢查X4 X4 X4是等於 這個 它係數等到 C,B,A,C B 其實這兩個人可以 被我們翻譯 這兩個就是 所以我們就可以算到 這邊是-3 顯然 這個是目前 它並不是 最佳型 而且呢 下一次別代 X1是-3 所以我們發現呢 目前熱解它並不是一個最佳型 而且呢 X1呢 是-3 所以我們就是 那一樣 我們要找出 看誰是-3 那我剛剛把這個系數 找出來 那系數又來了 欸這個不是 那我就要把這個系數 這三個系數把它找出來 你看我在做提算的時候呢 我不需要把全部舉證 把它算出來 因為我關心的只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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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umn 所以我只需要把這個column 的數字算出來 所以算出來是 1 0 3 我算出這個數字之後呢 我已經知道 X1是-entern variable 我已經知道 這個人是進入變數 這個是-entern variable 這個是-entern variable 那我要看說 R是等於多少 就 leaving variable 到底是 D4 接著是D3 那一樣 我們要做minimal ratio test 我們做完minimal ratio test 我發現R.3 你說第三次呢 第三次呢 第三次是 是那個 是那個 所以一樣 我就是 那我就可以找出 Eta 第三次 第三次 所以R.3化 那我就把這個呢 R.3的地方 取倒數 其他的column Eta 像樣是什麼 R.3化 Eta 就會等於 因為R.3化 所以我把這個呢 取倒數 那其他呢 通通除以他 取負號 所以 E除以3 取負號 然後第二個呢 0除以3 取負號 那就是 這邊有沒有問題 就是怎麼樣找出這個 Eta 像樣 這是在你們課本的 第 一百六 一百八十七頁 我剛才 就在那個公式 那是在你們課本 一百八十七頁 就是你一百八十七頁 有想那個 Eta 像樣怎麼出來的 所以你課本一百八十七頁 有空的話 我去看一下 就是 那R.3的時候呢 就把R.3的這個 這個係數呢 取倒數 因為它那個Eta 它是這樣的形態 它是 如果I等於R 那就是 AIR分塊 就是1 如果A 這個I不等於R的時候 就像以這個來講 I不等於R I是等於1 不等於R 現在R等於3 I不等於R的時候 就把他這個係數 除上 AIR 就是 AIR K 除以 AIR 取倒數 當AIR I不等於R的時候 也就是說 以這個來講 I等於E 因為第一次 第一次不等於第三 所以你就把他這個係數 除以他 取倒數 到I等於R的時候 當A等於R的時候 當A等於3的時候 那就把它直接 取倒數就可以這樣子 好 那我知道AIR下降之後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 找出我的 identity matrix 因為R等於3 所以我就把第三列呢 第三項呢 就把它換掉 所以E呢 因為R等於3 所以我就把第三個column 把它替換 replace 本來是10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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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為R等於3 就把第三個column 把它replace成這個 ETA 降掉 好 那我知道E之後呢 我又可以算出我的 E 下一次疊代的環境色 所以我知道X1 是Enter variable X5 是VD variable 所以 這個就被換掉 這個會變成X1 下一次疊代的時候 就會變成X1 那這邊就重新再來了 應該是有負號 是3分之5 那我們再回顧一下 這個方法跟我們之前講的 到底差在哪裡 之前我們都是這樣 找出G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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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可以找出B 就是B去整 然後我直接去算出它的環境 可是這個方法呢 跟我們之前講的方法 就是這樣 其實我在做環矩陣的時候 我根據前面那個 舊的 舊的環矩陣 我去找出我的E矩陣 我找出E矩陣 我直接去乘以舊的 那我就可以得到C 所以為什麼 我可以省去了 我們之前是說 3 2 1 所以我就去找 相對應3 2 1 就是X3 X2 X1 它相對應的B矩陣 從B 我直接去算出它 反矩陣 可是事實上呢 我發現它有這樣的關係 是 B new 等於E matrix 成長秀的 所以我就可以用這種方法 直接去 因為矩陣相成 總是比 你去求反矩陣 容易太多 所以我就可以用這種方法 避開 直接從B 去找出 B inverse 這個 計算上的 這個麻煩 我可以直接這樣 找到它的 下一次結代 它的B inverse 是多少 我算出這個 B inverse 之後 那一樣 我就可以找出 它新的 這個解 我根據這個關係式 就是 這裡是等於B inverse 等於B 我可以算出來 這時候的 基解是什麼 X3等於2 X2等於6 X1等於2 好 那一樣 我要看看說 這個解呢 是不是Optimals 是不是最佳解 所以 321 所以我知道 可以知道 這邊一定都是0 所以我只要檢查 這兩個係數 這兩個係數 看它是不是都是positive 就全部都是正式 如果都是正式 大一點的話 也代表這一組 是最佳解 所以我就是 來 我們來檢查一下 好 我們現在的 這裡 這裡相對應的 它的關係是Cb乘G1 那這時候 Cb是什麼 是321 所以是0 5 3 0 X2 X1 它的係數是3 乘上Cb 我們都知道 經過這個 計算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 它的係數 在 這個right hand side 就是上面 在這個位置 是0 2分31 0 0 所以那全部都是正式 所以 那這個解決是 最佳解 那我們就可以找出例子 好 我們根據剛剛的這樣 計算 我們在review上 跟前面 我們前面那個 Dissection 我們講的 計算上 我們不太一樣 一樣其實我們 一樣是找出Sb 我找出Sb 我本來是找出 我直接 本來我是找出V 然後再找出 V inverse 本來是這樣 可是現在我們不用 當我找出 Xb之後 我可以找出R 因為我知道Xb 新的這個 激變數之後 我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R 到底是哪一個 是entering level 哪一個 是leaving level 所以我就可以找出R 它到底是 D幾個方程式 所以它的leaving level 到底是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我可以找出R 那我找出R之後呢 我就可以找出 Eta Eta 我可以找出 它下一次 別代的 新的V inverse 就是 反舉這 那我知道這個之後 其他都可以知道 因為 這個 你知道的時候 其他都可以 算出來 所以 後面的作業 其實有很多 都是 給你這個東西 那你要把其他 算出來 那考試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 我可能就給你一個 B inverse 那你就要把其他的 都要算出來 那什麼算出來 就是 根據這幾個關係 所以 第五章 其實總結來講 就是 這六個位置 他們之間關係 就是 你只要知道這個 你就可以算出這個 也可以算出這個 然後 你檢查它 是不是 最佳顯 就是來看看 這兩個算出來 係數呢 是不是全部都正的 若不是 那再繼續 再去找下一次的B版 規則 一直類 一直是 下去 一直到我們找到 所以 算出來這邊 全部都正的時候 然後呢 那個其實不是 最佳顯 那我就可以 再算出我的 例子 所以 這一章其實就是 總結 來講 右上小 我們一直 一直在 用很多種方法 在做計算 都是在證明說 右邊 這個關係 是 空位置存在 在任何一次 進行的時候 他們關係 就是這樣 而且 B 新的 這個 反舉證 跟舊的反舉證 跟舊的反舉證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是存在 所以你就可以不需要 每一次都去 像我之前的 他獨辦事件 讓他去找出 他的反舉證 因為 那二成二還可以 那三成三 或四成 四成 五成五成 就很難用 你要用手段 非常困難 可是用這方法 的話 還是一樣 只要被舉證相成 你就可以竄出 他下一次迭代 他的B的反舉證 他媽媽 他媽媽 在這裏 他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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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